整个过程简单概括一下 可以分为三步 七问出现了 七问往前一扑 七问没了 别忘了 怀尸目前身上还着着火呢 哪怕颜色变了 可它的本质没变啊 融合了大量结灰 和负能量原质的火焰 简直就是一个灵魂熔炉 哪怕是七问生前这么扑一下 也绝对死了 更何况是被临时造出来的山寨货 这下起指怀尸 就连克莱门特都惊了 没想到自己耗费了大量原质 召唤出来了这么个坑壁玩意儿 他可不知道 怀尸身上的火焰 竟然有焚烧原质的能力 只看到那个怨恨无比的老头 好像撞了一下怀尸之后就消散了 好像心愿以了升上天堂一样 也就是说 这祸这辈子造得最大的孽 充其量也就是无缘无故 往别人鞋子上吐了一口的程度吗 这他妈是哪来的圣人 傻了吧 老子可是正义的伙伴 怀尸反应过来 顿时大笑 藏起了背后的冷汗 再度冲着克莱门特冲了上去 紧接着 你妖之炉带着身影披空而下 骑兵刀阴生而裂 没有想到 自己耗费大半原质的杀招 竟然徒劳无功 克莱门特的反应一时迟滞 手中的骑兵刀 在碎裂之后脱手而出 紧接着 他就看到怀尸倒转锤柄 将廉家尖锐的尾端向着自己倒下 他面色骤变 后退一步稳住身形 下意识地伸手 想要阻挡戳下的廉家 可紧接着 他就感觉到 廉家之上虚浮无力 怀尸根本没有用尽 好像只是虚虚地招呼了一下 然后 松开了手 任由廉家 被克莱门特夺过 糟了 那一瞬间 克莱门特仿佛看到防毒面具之下的嘲弄笑容 当琴声响起的时候 礼堂前排的校友们依旧微笑着 在刚刚礼貌性的鼓掌之后 继续彼此聊着刚才的话题 有关投资 有关期权 或者有关最近部门里 一些细碎调动背后隐藏的事情 坐在这里最年轻的人都已经接近40了 经历了多少风浪之后 说实话 对于母校这种小阵仗 着实有些看不上眼 更多的是享受一个氛围 重温往日的记忆 有几个似乎注意到了台上拉琴的少年 微微汗手 凤宁 你看这个长得不错啊 形象挺好 确实 培养一下的话 确实有出道的潜力 回头有机会的话 可以接触一下 雍容的妇人微微汗手 看向身旁的老人 琴我就不太懂了 赵老师 您怎么看 在他身旁 低头包着橘子的老人 动作停顿了一下 似是倾听 很快 就忍不住皱起眉头 琴不行 旁边陪校的校长 笑容僵硬了一下 玄机有些尴尬 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得罪了这位老前辈 赵宇今年74岁 顿资历都是他爸爸辈儿的人物了 早在30年前就是东夏音乐学院教授 国内著名的小提琴家 弦乐理论的大拿 在古典音乐界 哪怕不能一言定人生死 可这样的评语 对怀师这么一个有志于专业领域的年轻人而言 也太残酷了一点 我是说 琴 不行 老人将橘子包完之后并不吃 只是将它们放在纸巾上 好像堆成小山一样 好像理解校长的不安一样 他解释道 功底很好 是个好苗子 但琴不好 回头提醒他一句 不要再用厂牌了 会把自己练废的 校长松了口气 擦了擦汗 向赵老解释道 是个苦孩子啊 能坚持到今天不容易 他正准备解释一些什么 却看到赵老抬起手摆了摆手 一直低垂的眼眸 好像终于抬起了 看向台上 多说无意 带着一丝白衣的眸子 凝视着垂手的少年 似是认真起来了 听听再说 从那一瞬间开始 台下的隐约嘈杂和喧嚣 渐渐消失不见了 到最后 化作了一片寂静 因为那旋律已经渐响 难以想象 那无从用语言去描述的琴声中 竟然带着如此饱满的感情 好像泉水一样地涌动着 带着微微的冰凉 和柔和字脚下蔓延开来 咚 赵老的眉毛微微挑起 神情渐渐严肃起来 维瓦尔第四季协奏曲 确实是提琴中的经典曲目 可越是经典 就越是已经被前人的阐述和演奏所束缚 难见心意 可这种呼之欲出的饱满情感 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一开始的时候 像是吹来了轻柔的风 不知不觉的时候 好像已经变成了植入肺腑的风暴 随着大提琴那特有的浑厚音域 隐藏在屈窍中的灵魂 仿佛也在琴声之中振战起来了 渐渐激烈的旋律 进入了越发紧密的节奏 最后 化作暴风雪 残忍又狂热地 将一切都笼罩在内 仿佛雷鸣铺雨 大地动荡 自领冬急促旋律之中 一切欢欣与喜悦 都被压抑在这难言的前奏之中 可随着苦难的暴风雨中 显现出一丝清亮的弦音 这风暴的封锁 便崩裂出一条缝隙 紧接着 好像野马奔腾的旋律 便从前奏之中驰骋而出 攀升至万物高潮 随着弦音一同飞驰 将往日的压抑和风雪 一同抛在身后 畅快奔行 万物欢歌 轻快的旋律 自从苦难的低音中重生了 飞上了天空 宛如雨水一般 洒下了希望的路 那一瞬间 赵老忍不住 尝出了一口气 就好像看到了 时光倒流一般 重新回到了 曾经贫苦而迷茫的年华 那些美好的 痛苦的 看似绝望坎坷的 和那些通往希望的未来 一切的一切 自寒冬中 亮呛前行的自己 还有天穷尽头 被无数人追逐的曙光 他嘴角勾起一丝缅怀的笑意 就连苛刻的眼神 都变得温柔起来 缓缓闭上眼睛 沉浸在这难得的轻松 和愉快之中 当琴声渐渐消散的时候 寂静便到来了 庞大的礼堂里 此刻寂然无声 漫长的寂静里 好像所有人都在回味着 记忆中残留的琴声 最后 终于寂静 终于被打破了 在赵老赞许的掌声里 紧接着 宛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掌声 吞没了一切 台下传来了狂热的呼喊 椅子上 怀狮MK2起身 矜持的汉手 鞠躬致谢 嘴角勾起微笑 不时优雅 感人肺腑 宛如天籁 笑有席 纵然是那些挑剔的观众们 也不由地献上掌声 汉手感叹 看着台上那孩子演奏 就让人想起我过去的青春啊 得了吧 你那会耸得要命 哪里能和人家比 有人瞥了那祸一眼 忍不住拆台 可回忆起刚刚的琴声 依旧还是忍不住赞叹 真是天才啊 像我这样没有音乐细胞的人 都几乎热泪盈眶 而刚刚那位雍容的夫人 已经红了眼眶 拿起了话筒直接问道 杰出的演奏 年轻人 是什么让你演奏出如此奇迹的音乐 是要 我下了要 20毫克迷情药剂 加1毫克的清醒之梦 最后对入100毫升的酒精之中 制作而成的 挥发性炼金药剂 功夫不够 技术来凑 别说是人 浓度再高一点 来的是投猪 我都能给你拉枯 当然 话肯定不能这么说 在舞台上 那个少年起身 微笑着回答 一点点天赋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谢谢大家 说吧 他后退了两步 转身走进了后台 有礼貌啊 校长依旧沉浸在 刚刚的感动之中 不忘看向身旁的老人 赵老你怎么看 赵老沉吟良久之后 忍不住叹息 后起之秀 真是让人害怕 每次看到这样的年轻人 都让我觉得自己老了 对了 你刚刚是说 他准备走专业的方向吗 校长汉手 眼前一亮 小李 让给我吧 老人看向左边 同样抱有兴趣的妇人 这么好的苗子 给姚池娱乐可惜了 瞧你说的 流行音乐也是音乐啊 况且那孩子 挺有偶像钳制的 虽然话这么说 但两人也不至于 为了抢一个年轻人 而争什么 李女士只是笑了笑 提醒道 现在的年轻人 肯吃苦头 走古典音乐的路子少了 回头她要是改了主意 宁可不能怨我 她有天分 赵老扶着桌子 缓缓起身 看向校长 能陪我走一趟后台吗 成啊 校长疯狂点头 五分钟 怀师MK2愕然地 看着站在眼前微笑的老人 好像没反应过来一样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眼看她傻眼了 校长赶忙助攻 赵老可是国际著名的演奏家 你现在练的教材 都是人家编的 你不是一直想走专业方向吗 这么好的机会 还等什么 她疯狂地向怀师眨眼 是以她赶快点头 倘若是怀师在这里 肯定都已经高兴疯了 可惜 站在这里的不是怀师 而是一台冷酷无情的人形复读机怀师 MKII 还有她的驾驶员 宝宋东夏一月大学 知名演奏家关门弟子 啥玩意儿啊 那可不成 怀师还要跟我去做升华者啊 一听眼前这老货 想要扛着小锄头挖自己家刚出头的小嫩笋 乌鸦就一万五千个不乐意 要是她本人在这里 肯定放个白眼不带理的 奈何如今顶着怀师的脸 总要估计一点影响 最后只能微笑着道谢 然后婉拒 虽然对于她的这个决定出乎预料 但赵老却没有继续纠缠 也没有恼羞成怒 只是点了点头 给怀师留了一张名片之后就转身走了 流行音乐虽然更受欢迎 但艺术还是在古典音乐里 临走之前 赵老最后说 你如果改主意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几个月我都在金灵 好的 怀师MKII微笑着手下名片 然后敲咪咪的丢进了角落里 而就当她回过头的时候 却看到身后的走廊上 不知何时 已经沾满了青春靓丽的学妹们 无数含情默默的眼神 凝望着她的脸颊 在愕然中 怀师MKII忍不住拍了一下脑袋 哎呀 好像要吓得有点多了呀 果然首生了呀 不 就下次不该拿怀师的计量做基准 哪怕十分之一都不行 但这一次怎么办 暂时应付一下好了 反正放着 不管要笑过了之后 也会恢复正常 想到这里 怀师MKII潇洒地捋了一下头发 回头微笑 学妹们是来找我的吗 随着她的动作 午后的阳光照耀 在那一张精致而俊美的侧脸之上 嘴角勾起的邪魅笑容 宛如带着无形的感染力 映衬的那一张俊美的面孔 越发的不羁 来自牛郎一哥柳东离嫡传的营业笑容 此刻已然清出于蓝 在一片呕呼 不断的声音中 怀师MKII张开双臂 被少女们淹没了 来自牛郎一哥的声音中 来自牛郎一哥的声音中 并且从小一哥的声音中 把小一哥的声音中